超級好超級的跑法 真的會痛嗎? 好累喔 哈囉大家 我們這一集又來到了台東火水湖 又來這裡你知道嗎? 這是我第一場 今天就是你人生的第一場鐵人賽 跟大家講一下你抱什麼組別啊? SUP好不好 我游泳練太強 我怕嚇爆大家 我現在上肢超得強壯 我只要游下去直接游爆 開爆別人 等一下等一下 你抱了這個組別 然後你在那邊跟人家講話這麼大聲 你只是SUP組欸 SUP不過是站在板上這樣滑一滑 又不用下水游泳 對啊 隱藏實力嘛 大家影響心情怎麼辦 我等一下還要回飯店 繼續健身房特訓 蛤?你是在健身房做個100下 對啊 等一下我們已經完成交車了 明天一早呢 就會準時在10點開始比賽 對沒錯 今天的比賽距離呢 SUP是要游1500公尺對不對 又滑1500公尺 滑1500公尺 然後接下來是接著騎車 40公里 再跑步10公里 也算是一個完整的515啦 只是說你的游泳是用SUP完成 對啊 好啦那我們就來期待明天的表現如何 嚇爆你啦 好啦先去特訓了 不要再說了 先去特訓了 這什麼 S023 Michael Jordan的號碼 厲害啊 公牛隊都不能再用這個號碼 你不知道 哇 接上去整個感覺不一樣 明天的SUP組的霸主 我看到速度 穩定度 看後面的前手還要到 他撞牆了 他昨天在搜車的時候跟我問了一個很自在的問題 他說 我如果近視的話 要去買那個挖鏡 然後是不是現在有點來不及 還是說我可以在 就是近視帶著之後用什麼東西蓋著 然後再用那個 一般泳鏡蓋起來 我說你為什麼要帶挖鏡 你是SUP組 他說我掉下去會看不到啊 然後他就說 近視挖鏡是先放在上面 然後重點是 你掉下去的時候 你的挖鏡才在頭上 到底是要怎麼看得到東西 他就怕掉下去啊 來 火水湖 今天是9月9號 2023年3月4號 早上覺得45分 今天迎來天母風裡所有的粗鐵 雖然今天這個 三鐵呢 可能鐵的純度沒有那麼高 因為你看 我第一個項目 是滑SUP 大家都叫我鐵手 我每個晚上都會訓練 厲害了吧 至於滑得怎麼樣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啦 因為我根本沒有滑過這麼長過 腳踏車項目 應該會尬爆很多人 拭目以待 請問你的這組對手還有誰 這組對手喔 好像有謝森葉 阿輸了 還有段慧琳 阿輸了 他們應該放很鬆啊 我是用盡全力 全力應付 尬爆你 看下去 沒有看起來很專業耶 應該是平常都有在滑SUP的吧 誰家裡會有一個SUP 不是啊 就是喜歡的運動 然後常常在玩 我是 要來比賽前一天去找人家惡補耶 現在準備要下水了 倒數十分鐘就要下水了 我現在真的 看到火水我還是會緊張啦 想到下個月還要下水 喔 游泳 目標是什麼 不下水 目標 上半身不要沾到水 然後很順的直接轉彎 這首要目標 然後再來就是 看看今天的上海 去轉彎 前面有四位 對 拉爆了嗎 剛剛在考驗笑 絕對拉爆 一定 對 5 4 3 2 1 很VG喔 哇 馬上擱淺 先拉爆 前面先快點拉爆 快點 我騎車有點用力 所以就 跑步感覺會快超快 直接尬過來 壓力好大喔 現在算是感受到 正式要轉換的壓力了 好 左邊 右邊 方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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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就投籃投進才可以喝那邊的補給跟咖啡 然後投了兩三球就進了 然後喝個咖啡吃個香蕉 就直接往回程趕路 要爭取多一點腳踏車可以投籃的時間 吃的很飽嘛 吃的還算飽啦 讓我覺得回來氣量比較足夠這樣 進到這個腳踏車的項目應該算是 包含SUP、跑步 我最擅長的項目最常練 也幾乎都只有練腳踏車 我覺得整個過程包含去跟回來 應該追至少20個吧 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組啦 可是我剛剛去的時候 有數大概6個 回來大概10幾個 繼續追 現在要積滿30個、40個 拍到了 拍到轉換區了 到轉換區才痛苦的開始啊 要跑步啊 不 先喝個水 好乾啊 你完蛋那麼晚回來 現在熱得跟什麼樣 是晚出發 10點才有 切回來現在 哇12點快半了耶 日震當中 現在腳 有點麻麻的 剛剛呢 覺得 騎車才在轉場一定要 有點氣力放進來的 我先來 努力回想一下 教練教的 看出發的氣溫比起來 真的差太多了 正中午 有夠熱 有點講不出話了 還是有點感覺 有那個熟悉的感覺回來了 大腿 結局一碗 那種抽筋的感覺 again and again 抽筋 again 抽筋有抽筋的跑法 我真的是認真在抽筋啊 我真的是認真在抽筋啊 我真的認真在拍攝啊 啊真的會痛啊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我也抽筋了 抽有啊 跳好翻喔 魚耀龍 快點滑了 我們快點滑了 哇 喔 切胸 好累喔 好好玩喔 再玩一次 現在很重要了 我看到剛剛 Sup族第一個滑出去 橫著上岸的 對手 在前面 十公尺 對 從追到他來說 快到了 快到了 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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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 3 2 1 GO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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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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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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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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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手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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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完賽 完成人生第一場體的人賽 太厲害了吧 厲害了 好累啊 完全是 看著這個路上一堆人在那邊說 2 加油 一路上 備受矚目完成你第一場鐵人賽 雖然稱不上真正的鐵人 畢竟你第一項是用SUP完成的 嗯 你感覺你剛剛哪一項是最考驗的 最考驗當然是跑步啊 跑步最難 對 為什麼 你跑步的時候遇到什麼這樣的狀況 跑步真的是 但是真的跑不起來 因為我在腳踏車的地方 用盡了120%的力氣 蛤 這麼快 你腳踏車騎多遠 你腳踏車騎多快 腳踏車 我忘記看 因為我想要趕快轉換 我就忘記看 好啦 想說 等一下再看一下 120分是多快這樣 然後你下車之後 跑步腳就開始抽筋就對了 一下去跑差不多5分鐘就開始抽 5分鐘會不會太快 然後遇到夥伴 跑了90分鐘 差不多5分鐘就開始抽筋 對 剛剛大腿抽完有塗藥膏 然後變小腿抽 好啦 那你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出鐵心得 我覺得 SVP真的還好 有練就滑得動 但是腳踏車 平常幾乎都在練腳踏車 我覺得就是用盡全力 跑步還要再加強 需要多練 好啦 下一場比賽 也就是一個半月以後 是你的最終考驗 對 那一場的五一五個人標帖呢 就需要用游泳來完成 對 就已經沒有在那邊什麼滑船了 不要多練了 好啦 就期待你在下一個月以後 CT的表現 我會全力賦 好啦 那我們今天風梯索挑戰 謝謝大分結束啊 我是佳楊卓雷 我是天母風梯索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大家 després 我就喜歡 都會 你們 就是 明星期院